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就前不久 据外媒报道 来自美国的汽车爱好者 菲尔维克和邓肯福斯特 将一辆1969年的经典 凯迪拉克汽车 改成了热水浴缸 更难以想象的是 他们还保留了汽车的行驶功能 这就真正做到了 一边享受着泡澡的舒适 一边还可以感受开车的快感 把这两件事结合到一起 想想都不可思议 但这两男子做到了 正所谓不打无准备的仗 人家也并不是心血来潮 突发奇想 据说菲尔和邓肯 在工程大学读书时 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于是便购得了这款旧的敞篷 凯迪拉克进行改造 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们先将车的物件全部清除 为了能使汽车正常行驶 他们又将驾驶系统改成防水灯 为了保证水温 该车的引擎也不得不进行改动 最后通过在引擎上安装一节流伐的办法 既解决了水温 又为汽车提供了动力 当然了 浴池的过滤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他们将尾箱做出了牺牲 最终经过六年的时间 终于打造出了这款 令世人既感觉奇葩而又眼线的浴缸汽车 小伙伴你们说 如果这款车跑在中国大陆上 会有什么反响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